今天刚上线就发现有一堆蛋跟在我的屁股后面准备揍我 打开消息栏又发现 老姐你个人机 有本事跟我单挑 我能打抱你 平时我也就忍了 但今天他说我是人机 我真忍不了 想黑火是吧老弟 你能打过我我吃 我能 好好好 你小子这么小伙啊 别做爸爸 有本事来单挑 你们瞅瞅 现在这些粉丝都模仿成什么样子了 区区一个普通凤凰 居然妄想挑战我一个无敌凤凰 正好这一手痒痒了 你不讲武德 为什么不带回宿 不是哥们你也没说啊 有本事带回宿再来一把 那你先加个好友 三局两胜 赢了哥就加你 好好好 还跟我讨价还价 这次我真的认真了 等一下我没弄好 不行我不用技能了 哎呀 不用技能就不用呗 好像说的跟你让我一个一样 我现在就把它用掉 这下你放心了吧 嗯 小老弟你也不行啊 有什么想说的吗 说完这句话 他沉默了很久 想必应该是被我的技术给征服了 不过说好三局两胜 最后再打他一把 让他知道什么才是无敌凤凰的神力 看看我就知道你要耍赖 不过后续我又开了一把 他依旧被我青铜拿下 我寻思这回他该老实了吧 没想到依旧没老实 于是我又不想和他玩了 没想到他非要嫁我好友 我不 他就 算老子求你了 哎 无敌是多么的寂寞 没有人打得过我 或许这就是无敌凤凰主播的烦恼吧